維護潮間生態 專業導覽陪同 我 我愛夏天 小琉球隔板灣好美啊 等等 這裡是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需要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 才可以進入喔 蛤 為什麼啊 因為隔板灣是小琉球 著名的威尼斯沙灘景點 為了避免遊客們踩踏破壞生態的平衡 屏東縣政府提醒大家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19條規定 旅客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應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喔 喔 原來如此啊 因此 屏東縣政府 在超建帶高潮線向外10公尺 以紅色輔標進行標示 若要進入此海域 是需要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的喔 想要踏浪溪水的民眾 可以在紅色輔標向沙灘區域遊玩 享受小琉球無與倫比的超建帶之美 喔 我知道了 為了海洋生態資源勇士 享受這裡環境的同時 不破壞超建帶 為這片海洋盡一份心力 不破壞 不破壞 難充 不破壞 感谢观看